台南市北區的開機玉皇宮 是全台灣最早的天宮廟 已經有300多年歷史了 最近廟城前這些告示牌 在網路上引發熱議 因為告示牌就立在金箱鋪店門口 遮住三分之二的店面 有民眾發文說 是因為金箱鋪店家 不把主錯賣給廟方 廟方才會買下道路地 立告示牌擋門口 但廟方反駁 根據了解 之前因為店家做生意時 會把桌子擺在外頭 也會停放機車 長期佔用到廟方的土地 影響鄉客還有民眾鎮頭出入 廟方才會在見界之後 確定土地所有權 在廟城的側邊 設置告示牌來區隔 東森新聞蝗蟲群 在台南的採訪報導